我们这一节继续看一下E3D中的一些漂亮的模板 那这边还是我们来任意打开一个 这边看一下预览 这边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中播放 那这个科技类的模板 我们就需要呢改一下它的元素 或者是改成自己的logo 那怎么样呢去修改 这边我们加载一下我们这个AEP 先旧版本的提示之后呢 会进入到E3D的界面 那么这类模板是没有特定的这个修改顺序的 我们必须找到E3D的核心的主要图层 通过主要图层找到它的引用的这个图层 这边我们看到默认出现的是这个logo 那logo的话 我们需要呢找到这个logo的替换的位置 首先看到这边有一个E3D图层 进入效果空间 我们在下边可以看到E3D的自定义图层 展开第一个 这边我们看到它的图层引用的是logo 那我们就可以在图层中找到这个logo 那logo呢它是一个进行过蒙版化的追踪路径的图形 那我们这个logo层呢就直接给它删掉 你如果删掉的话E3D中也会消失 那我们这边就导入一下自己的这个logo 这边还是回到我之前的图层进入到logo设置 这边在它刷新缓存之后 你会看到logo的一个全新的展示 那这边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单logo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所有的元素呢会根据你的蒙版进行自动演变 也就是因为我们自动追踪之后 蒙版中会有一大堆元素 它会根据这些元素自动的去演变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内容错乱 但是最终它在汇合之后会变成我们完整的logo 但是这个蒙版因为是自动的方式 所以它的这个面还有它的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零碎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它整体的显示还是非常的漂亮 全三维的显示 并且呢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设置 最终合成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场景 然后同样在E3D选中之后进入到ceta吧 进入到设置 可以看到我们关于自定义这个图层它的一个设置 因为这边它的这个材质可能你在加载之后不是那么的亮 因为我们默认的场景材质是默认加载的 确定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显示 我们也可以呢再重新刷新一下 这样呢看的会更清楚 因为你不进入到场景setup的话它可能这个材质呢包括缓存没有自动刷新 这样刷新之后呢我们才能看到完整的这个显示 然后如果logo大了或者是小了包括元素需要重新定义还是要进入到E3D的完整的界面 点击setup当然学习E3D呢也是额外的一个复杂的学习任务 那么它的这个学习过程也是比较的漫长 所以我们作为新手改模板的话这边只是介绍一下关于这里的模板 那我们在这个缩放中可以全局缩小一点 确定 那你模板中的内容呢也会随着你的设置自动刷新 那我们就看到了完整所替换的内容 这是我们这个模板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模板 那这边双击下EP暂时不禁保存确定 先加载一下 那么E3D加载的过程是比较慢的 因为它要进行渲染 并且重新读取所有的涂层 字体的错误呢直接忽略 这边质量调高一点 预览的更清晰一点 那这个模板的预览我们拖动进来看一下 视频拖动进来放在新的合同上新建 然后我们在这边适合 整体这个模板呢 我们就需要呢替换的是它中间的这个logo 还有它的文字 所以这类模板我们还是回到它的渲染 这边我们看到有720P1080P4K 那在左边的地方目录中也会看到这个对应的设置 但是E3D的话 比如我们1080P 你进入到这个合成之后 我还是需要呢在图层中去寻找到E3D图层 这边只有一个合成 那我双击进入内部 可以看到所有的元素呢都在这边 但是我怎么样找到这个logo 我们必须找到E3D图层 或者你找到它的全称 这个element这个全称 我们看到E3D的话这边有效果 你可以点击一下setup 看一下这个所有的元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显示 这边确定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一下自定义图层 这边它的图层用的是sicn9-8c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图层 先看一下这个图层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它就是一个文字层 我们看到这边第13个图层 文字层 这边它是一个隐藏的状态 显示出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文字 那我们根据这个内容 我们先定位到后边 因为你知道了它是文字的话 我们单独独咒显示它一下 那我们来双击修改一下 我们就改成焊字 同时我们要选中它 大小调小一点 我中间放一点 字体的话这边我就不设置过多了 我只是调小一点 然后隐藏一下 那么E3D你在选中之后 这边它已经自动调整为这个图层 因为我把圆图层进行了切换 然后这边我需要取消一下 它的独奏的显示 这边E3D这个图层去掉 同时它的眼睛也去掉 我们看到它很轻松就进行了更新 所以这类模板 它主要的一个修改的地方 就是自定义图层 中间的动画呢 会根据你设置的文字去演变 当然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特性 霓虹灯基本上都是红色的显示 我们修改到这一步 基本上模板是修改完成了 但是这个模板呢 如果你是一个AE使用非常熟练的人 可能你会发现 它有些图层的会控制其他的元素 比如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砍措 砍措的话中间就会有颜色 那这些颜色的修改 可以直接影响霓虹灯的变化 那很多模板呢 它在这个帮助文档中 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有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下 因为我看过了这个帮助 我知道有这个图层 可以去修改这个颜色 如果说我作为模板的修改 我如果没看过这个帮助 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修改这个颜色 所以如果作为模板的核心的修改 我们只改文字的话 基本上完成 作为它的一个拓展 看过帮助呢 我知道这边可以修改它的颜色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额外的选项 对这个圈内圈外都可以进行修改 那你的这个霓虹灯的文字 在演变的时候 它就会有不同的这种颜色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改这一类 插件类模板的时候 我们看到尤其是E3D 你在修改的时候 重点还是呢 要在图层中找到你的E3D的这个原始的图层 然后去查看自定义图层中 它的这个文本调用的是哪一个图层 你在根据所调用的图层是文字还是图片 去判定怎么样的去替换一下 然后重新在E3D中 在这个地方再加载一下 基本上这类模板呢 多数都可以成功的进行修改 在这个地方再加载一下